来活了来活了 时隔多日再次装车极品爱店天赋这个极品爱地真是第一回装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实力 但看他这个穿搭应该是挺强的 我的吧 不愧是高手 跳传跟我一样慢 都没有遥遥领先 还好下边这个小宝箱没人跟我抢 我这边也可以刚捡起来 随之上面就传来了枪声 本以为是天赋遇到了不射 谁知道淘汰不报出来那一刻 全场震惊 他在没有硬和优势的情况下 把拿宝箱都翻杀了 本来想上去跟他切磋一波 可是发现附近的人也在向祖楼进光 这个时候再不往后退 可能连他的面都见不到 所以我的想法是先发育 等祖楼安静一些了 再回去找他切磋了 随着两分半过去了 我们再次回到了祖楼 可现在的天赋已经不是一开始的天赋了 打了一个又一个手感很爆棚 再疯狂找机会跟我对象 他有空中枪 拼枪肯定拼不过 给他一个要往左跑的假象 他漏迅速会拉 高手拉枪很快 我们再接上一个反向大跳 你以为就这 这就是极限了吗 有人想过来插一脚 这个时候不能选择打药 给他的压迫感 让他以为我的状态还好 这可雷不管咋没咋到 他肯定耳鸣了 抓住这个机会 抓紧拉开距离 可对方好像把我看出来了 你们听这个脚步 他不是一如反掌 我打你啊 坐下 都说为什么单牌那么无聊 你去选择打单牌 那来吧 看一下这一步 带你们了解一下 什么叫上一秒心闹嗓子眼 下一秒笑嘻嘻 这个时候我耳鸣不确定他又捏了一门 但是我们心里边也要没见雷的秒数 卡到最后两秒躲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敌人可能自己就要无肚子 嘿嘿嘿嘿嘿 经典的青蛙了 我们就过来点一下这个罗盘 看一下剩几个都在什么位置 很明显四个人这边有上个 那这个时候再不上等待何时啊 冲了 哦哈喽 哦 感觉这兄弟被吓得不行 设备都得丢一边了 本来行人能过来乱战一下 可是剩两个硬是一声没有坑 上面看了一圈 下面看了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剩余两个人 气的我又回主了拿落盘撤了一下 好家伙正好跑到了我对面 这上哪能找到 右面围墙脚步直接拉过去打他 哪也可以的小的他只会后席了 不信你往后看 对了 你打 这个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对面等我过去掰头呢 过点我都封了三颗眼 谁知我摸到金蝶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 不是哥们就上咱俩了 你有啥就跑的 这个图哪个多好 就是难找人 所以我想再回到主楼拿罗盘扫一下 哎卧槽 受不了 我是受不了一点 但凡是正面打我没有打过 我什么都不说 风可掉 这口气我必须戳 话说遇到什么眼咱就用什么队友方式 欲强则墙欲六则六吗 兄弟兄弟们 左前方空头坛上呢 哎 得劲吗 大叔 妈的 他以前咱可不做的没有数字的人啊 我不编 我不到 别说啊 嘿嘿嘿 还有25名玩家圈不大了 我没有必要冒险找人打架 来这个房区度过一会儿 准备应战圈圈 这个圈牛逼 圈内唯一房区 好吧 这个时候更不要大意了 不过不行 就会有人过来抢着吃 六这根骑马顶过来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没有芭蕾 我们这颗的很重要 但是没有招好角度 丢火封一下他的活动范围 然后再捏一颗来 他就在门外边 对着门的位置丢孙抱 不行不行 他过来了 躲一下 又是吧 喷子 更不能跟着拼枪了 看一下这颗来 哎 算了 算了 先躲一下吧 总感觉跟这个人打要出事 跑了 还好他跑了 不像这一波阿俩高低的没一个 压掉 还有四个点 前面打起来了 看一下有没有计划 哇 十个淘汰到手 回刚才有压掉那个人那里 顺便还能舔一波包 还蛮肥的 我缺的都给我补充上了 右边那个看了没 在地也趴着呢 一个呆瓜 这个搞的 拿下拿下 还有最后两个 还有最后一个了 这一波真是失误连连啊 你们帮我看一下哪一波失误了 该怎么打 他跑到前面炒锅了里去了 我们只能停在烟雾这里 不能往前开 下车第一时间就你来了 雷出手 抓就往后边推 他可能沿进来了 这一波穿烟应该是穿到了的 刚好都跑出眼底了 我们开车撞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这一波 你们看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没法讲解 哦 到了 被他抓住了 这啥活儿 敢不敢让我起来 咱再打一把啊 你敢不敢 我撸出城了 到了 被他抓住了 这啥活儿 敢不敢让我起来 咱再打一把啊 你敢不敢 我撸出城了